而今天晚上台北市美容美法同业大会 马总统蔡英文跟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都到场了 但是三个人没有同台 上下五十多天投票了 现场有一千多个美法从业人员 无论对谁喊动算 气势都很惊人 灰旗子抢拍照 以为到了马总统专属造势场吗 换场 蔡英文也有相同待遇 蔡英文 参选单 台北市女子美容同业大会 席开120桌 不论蓝绿参选人 台下设计师洗头美眉 群体亢奋喊动算 等到蔡英文一上舞台 还以为到了绿营地盘 请出 请进蔡英文送心走投务 说送交出让他出来 国中毕业的女生 奖进高职的美容美法班 我跟这报告 从今年开始 高职免学费 至于马总统 有现任优势 班正机 引掌声 美容美法工会人数庞大 要选举的 没人敢全席 理事长口气也很大 就连清明党副总统参选人 林润雄到场 一服当官 挥手架势也算吸睛 现场也很给面子 不论什么颜色 通通一视同仁 TVB新闻 廖广斌李国伟林炳怡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